当尚文杰蔡世云初次合作唱《虚拟》时 刘金珠丹都哭了 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感受到灵魂深处的震撼 在二宗小考的舞台上 身为组长的尚文杰选择了成立的虚拟 而当两人席地而坐相望时 便直接就惊喜到了七维和蔡文静 成立的歌可以说是相当的难唱 起初在选择这首歌时 虽说两人都是大唱将 但是因为有较难的舞蹈 为此尚文杰也有些许的担心 但在两人共同相处下 以及在真正的实力面前 两人光是在排练唱歌时 就已经把唯一观众朱丹 移成星星眼了 你们两个声音很和谐 但让朱丹没想到的是 尚文杰的一句话 直接让她为此生气 没有人都这么说 所以每个人都这么说 你到底唱给多少人 也就三四个吧 好多人都没听见 因为起初的朱丹 也是非常想与朱丹合作这首歌 但因为尚文杰的背气 导致错失了这首歌 尚文杰你就这样离开我了是吗 不过好在有蔡师云的解围下 才是朱丹放过了尚文杰 最终两人在二宫小考上的表现 可以说是近乎绝杀 获得四票第三名 期待两人的正式比赛吧 李佳格韩雪儿宫比赛唱 也行见面 竟再度将小哭包留心唱功 在那集五的二宫小考比赛前 两组共同获得了第一第二名 而李佳格与韩雪 因在赛前小考上的精彩表现 便被推崇代表两队参赛 但当初在众多人得知 这首中校季的隐形纪念 是由李佳格与韩雪PK演唱时 诸多的网友都特别的不看好李佳格 这首歌的温婉抒情 与李佳格的独特烟草放在一起 很难让人联想会有怎样的花火 但在队友的鼓励下 以及李佳格自己也想尝试 与自己不一样的风格 便决定了韩雪PK 因为他们两个唱 我觉得是能够遇见那个感觉 都是那样好听 然后优美 你行不行 我行 我可以 好了加油 而他与韩雪那完全不一样的嗓音 的确给整首歌带来了不一样的风采 就连对手韩雪本人都觉得非常完美 虽然我们俩争线差很多 但是放在一首合唱歌曲里面 就会让那个歌特别有层次和饱满 我觉得是一种相互一锅 相互给力量 虽然最终结果不太理想 李佳格以455票输给了韩雪 但李佳格的独特小音在开口的瞬间 也的确是瞄打我都为此震撼 那么希望在二宫的正式舞台上 李佳格组的万无盛开法则 可以大方一彩吧 有颜陈浩与萨顶 赛前探讨人生 萨顶顶的一句话 直接狂打内鱼喷子 请问你哪位 你的代表做什么 你曾经做过什么 那么你是否有资格在这里去评论我 在浪姐舞的二宫小考赛前 陈浩宇 柳爷以及萨顶顶 在去往宿舍的路上 三人探讨起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在柳爷说出自己的出道时间 并被人打压时 陈浩宇也是相当的理解赞同 我是29岁才开始拍戏的 所有人都说你太晚了 就什么都会告诉你 你不行 就在俩人都为此 或是萨顶顶的音乐遭遇 更是引起了俩人的共鸣 而当初萨顶顶人生 第一首自己写的歌 万物声一发布 便就受到了众人的不理解与批判 认为萨顶顶就是在华中取宠 也能关注 但萨顶顶当年 也并没有因为种种声音而退缩 反而坚信自己的实力 音乐不就要独特性吗 艺术就是要独特的艺术 才可以成为 艺术就是要独特的 对啊 若是用一句话 就将喷子们堵得牙吼无言 没有见过世面 这就是我的反击 你直接对叶平这么说 对 而也就是萨顶顶的坚持不懈 大女主的精神 她的万物声 也真正的火遍大江南北 那么你们当你喜欢她的这首 自创神剧吗